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吳仲晨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有图一阵 我跟各位聊一个最近在台湾很热门的一个活动就是 全民健身运动 男生有些部分女生 男生仿佛都认为大肌肉 肺罗纹分泌比较多 比较有吸引力,所以都去练健身 所以传统的健身都是这个形状 举重,重量训练 所以认为说 所谓的身大力不亏 一胆二零三公斤,力量很大所以很重要 所以希望说Arm Strong Arm就是手臂,A-R-M Strong就是强壮 第一个登月的人叫Arm Strong 英文叫Arm Strong 可是大陆把他翻译成阿姆斯特朗 所以就像川普他们翻译成特朗普一样 Trump 我觉得他们翻译很有意思 因为我常常讲Arm Strong的意思是指 不是指登月的那个人 而是这个名字 Arm,手臂很强壮 我常常都比这个手臂 但是如果用大陆来讲 我讲Arm Strong 大陆的人可能听不懂 他们只是登月的 第一个登月的人叫Armstella 跟Arm Strong 完全没办法产生联想 就像我刚刚讲说 这是大家刻板印象 大力士都是这样 其实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大力士 而这样的人 人家会觉得他很肥大 这个形状的人 就像相扑选手 我们再来看一下 相扑选手就是这样 当他蹲下去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姿势 其实他这样子 有的人讲说 好像那个样子很难看 尤其那个相扑选手都是这样 比赛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没有画他的钉子裤 画他的侧面这样 但是呢 我前一阵子 我在YouTube上 我看到那个所谓的MMA 综合格斗里面 出现有一个人 他身材是这样的 他身材是这样的 有一个苏俄那边 俄国人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 是一个蒙古人 那这个人 这种身材 大肚汉 大肚皮的一个样子 看起来样子 应该要去减肥的样子 这么一个人物 居然在那个格斗里面 他很有名 我就多看了一下 这个人 这个人 中国的肥哥猛将 他叫做奥日格勒 一个蒙古人 奥日格勒 这是我画他的样子 我一面看他在打斗 我一面顺手把他画起来 他就是这样子 像一个高中生的样子 留一个小平头 他的身材就是这样 一个大肚男 然后没有明显的肌肉 简单讲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居然他是常常把人家PK 然后KO 两拳就把人家KO了 有的时候一脚也可以把人家KO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各位前往不要认为说 这个样子才是大力士 才是有爆发力 才是有杀伤力的 这样子的人可能杀伤力更强 因为他的肌肉都呈松弛状态 他随时可以发力 而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浑身坠肉的人 这是我们 我们青少年的时候练身体的时候 我们叫这个叫做死鸡 死的肌肉 平常他不用力的时候 他肌肉都是线条分明的 而这个人根本没有 他全身没有一条肌肉线条是出来的 全部都是被脂肪包裹 可是这样的人居然很有爆发力 这是给我们的 我今天至少分享这个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例 以前那个相扑 日本的相扑 在日本叫大相扑 它是在日本的传统里面 它具有一定的恒定的地位 包括日本的天皇 首相都会常常去相扑比赛的时候 去颁奖 去看 全国一直到现在都维持到一个 一个非常尊敬的地步 甚至于还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节日 就是宗教节日 佛教节日里面 那个相扑拳手要去那边 把那个男童抱起来 那个家里有男童都要送去 让那个相扑拳手给他抱起来 有的小孩子看到那么巨大的人 把他抱起来就吓得哭了 可是这样说 据说对那孩子的生活 生命会有加持作用 结果日本的相扑 曾经到想要把这个文化 推广到世界去 到英国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 一个新闻影片 就是英国有一个特种部队的人 跟那个相扑 大概他身材比 他很强壮的一个特种部队的一个 一个战士 他跟那个 就上台挑战 他想说他自己摔脚很厉害 他不相信这个肥的人 可以怎么样 他虽然那个人穿了钉字裤 又有一些仪式什么 他不管这些东西 他上去跟那个相扑拳手来 来肉搏摔脚 他的身材只是那个相扑拳手 大概一半大 没想到他用一个什么抛摔 或者用一个什么动作 突然把相扑拳手摔倒了 这些阿滨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 也不知道谦虚 尤其外国人 外国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谦虚 他直接就在里面用英文 我就听到他用英文在讲 讲一下什么 shit之类的 很轻蔑这些 这些身材的人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派出去的 那个人物不对 派出去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身材的人 然后又用了他们的传统知识 其实都没有 都没获得加分的 这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 一个迷思 但是 当然啦 像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的人 如果说你要跟他摔的话 你要扶腰的话 你的手可能还没办法 没有办法 碰到他的腰的背后 不要说背后 你让他腰侧 你可能都围不过去 你想用什么摔跤的方法对他的话 可能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各位不妨去看看 他们这种人的爆发力 从哪里发出来的 以上 吴重臣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多微信 谢谢